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元突然升值 越南水产企业照受了极大影响 国内外投资者踊跃购买沿海地区一系列组家房产项目 美国越南文化节将于本月8日至12日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举行 各位观众 因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要请 越南政府总理阮金永和富人将于8月7日和8日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 并于8月9日赴新加坡出席新加坡独立50周年纪念典礼 今年8月3日上午在老沃首都方向 由越南政府检察总署副总监察长阮德亮率领的越南检察总署代表团 同一老沃政府检察总署副总监察长坎塞本纳逢 为首的老沃政府检察总署代表团进行会谈 会谈上双方互相通知了7年前半年各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 以及各自国家近期在指导监察反腐败工作中所取得的结果和经验 双方高度评价近期两国政府检察总署之间 在业务经验交流方面所取得的结果 强调双方所分享的成功经验 为两国检察部门完成其政治任务 乃至建立越老全面合作关系做出积极贡献 目前正对出口订单约有90%以上的水船企业 以美元为结算货币 正因为如此 由于美元比欧洲、日本、南、美洲等市场的货币的汇率突然上涨 越南水船企业遭受了极大影响 出口下跌、润顺削弱、不少企业承受亏本 这家水产企业对出口欧洲的订单以美元结算 今年上半年 欧元对美元贬值9% 这样欧洲企业要承受同比增加9%的价格水平 约有30%的订单被取消 其他的要求减价 以前一公斤产品负10欧元 现在要负13欧元 所以他们要求降价 大概20%到25% 以前我们还盈利 而现在甚至亏本 虽然企业亏本 但他们不得不维持订单 确保数百名工人的工作 出口欧洲货盈利 那么要靠其他市场 利润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不过 有的企业还被拒绝订单 拿这家企业来说 由于美元突然升值 墨西哥伙伴就溜之大吉 有的订单 商品销往他国了 但是还被拒绝 我向墨西哥出口15集装箱的产品 但他们取消合同 我要包所有产品带回国 美元 欧元 日元的突然波动 导致今年上半年 水产出口金额同比下降16% 大部分主要出口市场 也随之大幅下滑 占据全国水产出口价值 到40%的下类 也下降了近三分之一 今年上半年 越南国家银行已做出调整 越南钝对美元汇率下降2% 但是由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 上涨百分之十几 所以越南钝比其他竞争伙伴的 货币的价值还高 各家农离水产品企业 正期待政府实行更灵活的汇率 调整政策 以解决部分困难 毕纪本月内 越南企业法实施细则将正式问世 这部实施细则将有 处于解决企业在办理经营 注册手续时遇到的困难 毕纪 BG计划与投资部 今年7月1号 企业法正式上下 新规定获得企业的积极反应 新成立的企业数量猛增 但是由于没有实施细则 所以企业对新规定不了解 目前政府办公厅正努力完成手续 尽快向政府订成企业法实施细则 并于8月份颁布实施细则 新影视本企业投资发展辅助工业 是驻多越南地方所追求的目标 但实际上照商影子工作 遇到不少困难 最近同南省建立一个 以约市企业为主体的合作模式 并试制为新影视企投资的有效办法 面积达十多万平方米的工厂 将成为数百甚至数千家 日本中小型企业的驻地 以前越南基础设施经营者都认为 大型投资商对越南某个领域投资时 就要招聘大量员工 门面也要大一点 辅助工业确实有点不同 从事辅助工业领域的一家企业 只要500或300平方米的面积 100平方米也行 一些资本中小型企业也缺资金 他们只要面积小的出所 如果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务都齐全的话 他们可以马上投资运行 能省一笔大钱 实际上 从事辅助工业领域的 日本中小型企业也缺资金 厂房都有了 共用管理人力资源 保安资源 水 电等基础设施 能节省费用 越南细腻集团 与日本东正上市集团合作 成立日本中小型企业 发展股份公司一室 又忘信更多歪迹对越投资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水 电等基础设施都齐全 为日本企业创造便利条件 帮他们减少费用 而且什么都不用做 日本企业对越投资时 遇到文化 语言差异等困难 但越方已推出具体的协助政策 处处为我们一起考虑 非常周到 越南计划投资部 外国投资局代表称 越日企业合作模式 是辅助工业领域中 信心的合作模式 投资商决定拨缓钱 一般都担心管理 费用等问题 上述合作模式 已为日本投资商排难解忧 希望这个合作模式能推广到全国各地 到时候对越投资的日本企业数量肯定会大幅增多 越南东南部地区乃至全国已建设不少辅助工业区 不过截至目前投资商流流无几 越日企业在同内省合作 建设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务齐全的厂房模式 一线17家外企投资 8月1号晚上 承载180亿名游客的航班 从中国太原起飞 抵达越南香港 此次开通的中国太原 直飞越南香港暴击 由山西四季风旅游集团等公司 联手越南国家航空 航线由越南国家航空的空客A32E进行直飞 逢周三周六各费一半 据了解 中国太原是越南香港航线开通后 节省了过去的中转过程 时间由以前的五个多小时 缩短为三个小时 香港位于越南中部 是越南最大的海滨城市 香港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评选为人生必到的50个地方之一 自然条件适合度假旅游 经济活跃增长 再加上投救政策越来越开放 因此国内外投救者 踊跃购买沿海地区一系列度假房产项目 广宁清化平定复国等地的项目 陆续展开 为了迎来度假房产投资大浪潮 清化省层山市别墅度假村投资业如表示 这里不仅信在宜山经济区工作的外国专家 而且还受到清化省和附近城市的高收入阶层的国内客户的关注 宜山经济区有很多外国专家 尤其是日本专家工作 他们对这里度假别墅很感兴趣 不仅如此 由于越南经济出现起色 有很多越南人买得起别墅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数据显示 目前有需求并能够买得起 价值为25万到100万美元的别墅的越南人数量 约为300万多 到2020年预计达3300万人 高纬环球地产咨询公司则认为 随着投资政策的改善 沿海地区度假房地产市场将热议升温 越南房地产市场开始活跃起来 其中特别针对高收入阶层 沿海地区有很多优势 比如基础设施条件具备 海滨漂亮 所以度假项目将成为有潜力的产品 海岸线长 海滨风景漂亮 食品充足且便宜 人民友善好客 不是任何国家都有这样的严肃 来发展度假旅游 不过度假房地产规划 以及服务质量还存在不足的地方 如果改善服务质量 做好规划 让更多越南人和外国人 获得价格合理的别墅 那么整个市场部分 还有很多潜力 别墅度假区拔地而起 这说明有越来越多国内外投资者 对越南沿海地区度假项目感兴趣 8月9号 美国皇家加勒比游轮有限公司的八星五星级海洋航行者号游轮 将抵达越南顺化市真云港 游轮上载有4000名国际游客 在顺化仙港市和惠岸古镇观光旅游 这几天顺化市真云港一号码头升级改造项目的施工进度 得以加快为此事件做好准备 为了加快事工进度 承包上的所有工人都认真努力工作 顺化真云港一号码头升级改造项目的投资总额3100亿月段 包括下面三个子项目 码头长度由300米 修建成为360米 兴建铁球和锅柱 在码头前沿坪水域进行清理数据 经两个月施工后 截至目前已完成70%工作量 承包上争取时间 克服各种困难 力求按时完工 在施工过程中 我们也遇到一些问题 第一 行政手续办理不顺 第二 天气不好 每天下午两点后 挖起大风 直接影响到工人的工作 我们已克服所有的困难 认真工作 列证暗期竣工 项目完工后 真云港一号码头 可接纳长达360米的大型游轮 当然可以接纳亚洲目前最大的五星级 海洋航行者号游轮 据悉 这艘15层游轮 将于8月9号抵达真云港一号码头 4000名国际游客坐游轮 来访越南顺化 香港和惠安 今年前六个月 真云港累计接待国际游客3万人次 承包商和咨询单位 正竭尽全力 加快施工进度 为真云港首次接纳大型游轮 做充分准备 成天顺化省真云港是被亚洲游轮协会 选定为2015年东南亚地区有足够条件 接纳大型游轮的46个海港之一 升级改造真云港仪式 为成天顺化省达到7年内 接待游轮游客6万人次的目标创造前提 接下来 年轻人利用社交网络的普遍流行 推广对越南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爱护 美国越南文化节将于本月8号至12号 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举行 欢迎继续收看 昨晚在西北地区各省发生大雨和暴雨 连事暴雨导致三人死亡 数百个房屋被倒塌 淹没 6号12号国道交通严重受阻 来州电边和山罗三省受严重影响 具体是山罗省顺州 芒罗和北岸三线 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 6号国道安州县路段严重堵塞 一人死亡130公斤水道面积被咽 来州省纳润蒙特两县 发生山体滑坡导致两人死亡 纳润县交通严重受阻 目前有关单位正努力修路 在电边州郊县 暴雨和洪水导致数百个房屋被倒塌 水利工程受损 450公顷奴作物中植面积被咽水 此外电边室内中心许多工程也受损 越南北部各省连日暴雨 其中广林省是受人命和财产损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这些日子越南红十字会中央工作组已探访慰慰慰慰载人 越南红十字会中央工作组来到广林省多克医院给11名红载人协助100万月顿款项 越南红十字会中央工作组也来探访慰慰慰慰有死亡人的家庭给每户家庭协助300万月顿希望他们尽早稳定生活 目前越南红十字会中央给广林省人民协助物资及总价值为11月顿 之后越南红十字会中央将根据实际情况继续提供协助 下面来看其他新闻 为了保护和弘扬文化遗产价值 除了国家和职责机构的努力之外 还需要社会共同体的并肩携手 联谱上的一个社群越南村庭俱乐部 以利用社交网络的普遍流行 推广对越南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爱护 通过线报道请各位了解该俱乐部的活动 越南村庭俱乐部于2014年5月在社交网联谱上问世 至今成员数量迅速增加 他们年龄不同 行业也不同 但都有共同的是非常热爱越南传统文化 尤其是村庭的美丽和价值 像这样的田野之旅 让成员们走出虚拟网络 直接见面交流 互相分享对村庭的爱好 每到周末我们又举办一趟卢外活动 了解越南传统文化 没想到我国会有那么美丽的村庭 在大众媒体上或者旅游指南中从来没有介绍过 而通过俱乐部的活动 我们就可以见到了 参加俱乐部的成员从事不同行业 追求不同目的 但总之 大家都想提高自己对村庭的了解和热爱 当然啦 因为爱护他 所以更希望他得到保护和弘扬 我想俱乐部的活动很有意义 专门研究文化和美术的俱乐部创始人 阮德平先生 介绍他们选择村庭为关心对象的原因 为什么不是寺庙词观 而是村的庭子呢 因为村庭是越南人的文化特色的一匹 里面会有很多文化因素 寺庙宗教基地 而村庭是乡村社群的公共场所 也是一个民间信仰基地 我们努力把虚拟网络上的东西变成事实 计划8月和11月举办两次关于村庭的图片展 进而出版书籍 另外 我们想通过俱乐部活动 及时发现被侵犯或者重修不对的村庭 以通知职责机构处理 为成员们组团直接参观村庭遗迹 拍下照片并分享在社交网络上 携手举办图片展 通过上述活动 越南村庭俱乐部希望 进一步散发社会共同体 对保护和弘扬村庭乃至越南传统文化的责任和爱情 这是第八次越南村庭俱乐部所举办的野外之旅 除此之外 各成员和组织多项活动 为即将举办的越南村庭营展做好准备 观世音菩萨文化节醒来自全国各地的亿万名僧尼佛子和神明前来参加 观世音菩萨文化节期间将举办很多活动包括 静香为祈愿仪式、放生仪式、想法会、文艺表演等等 观世音菩萨文化节于农历6月18号和19号两天举行 是佛教传统节日之一 这是僧尼佛子退传观世音菩萨祈求世界和平、众生安乐的机会 美国越南文化节将于本月8号至12号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举行 由越南文化体与旅游部和越南铸美大使馆联合举行的活动 旨在庆祝越美两国建交20周年 与此同时 这文化事件将有趋于向国际社群推广越南居有特色性的文化 战组回忆是提为 越南庆美的美国越南文化节开幕式的文化表演节目之一 说话共亭跳舞、民歌、传统乐器合奏等充满越南各个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 被越南各艺术表演单位精心遍及多个月了 美国观众和旅居美国越南侨胞们将有机会欣赏 在首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表演中心演出的三场表演 对于各个具有越南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表演节目 我们也以既充满传统特色又容易感受的方式编辑演出 此外我们也选择具有越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交流特色的节目 让美国人乃至越南侨胞们更容易接受 本次越南文化集的亮点之一是 题为美妙的转变的服装展演 通过时装的特殊语言 名姓、蓝香、光日和初辣等四名越南著名设计师 将向广大公众传达 有关越美两国关系在近20年来的转变和发展的愿望 美妙的转变会说明越美两国在战争之后的合作关系 特别是近20年来双方设立外交关系后所取得的进展 除了两国政府的正式外交事件之外 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也强有利 有利于增强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 从而增进双方的友谊关系 直此之际 越南各民族的服装和传统乐器 将在纽约市历史会、图书馆和博物馆展示 至今准备工作已经完善了 美国越南文化节将从本月8号至12号举行 向美国人和国际朋友们推荐 富有传统和大大具有特色的越南文化之美 和果子是日本的糯米团 大福饼、周一哨等的传统甜饼的共同名称 一般在茶话会上使用 目前在越南制造和果子的人很少 所以不像西方甜品那样有竞争市场 然而近几年来 越南很多年轻朋友开始关注了解这种饼子 甚至还有人专门开和果子饼店 下面请各位观众一起来了解和果子 在越南年轻人心目中的洗礼 这些不同的饼子代表着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 这也是做和果子的共同原则 其体现日本美丽的自然风景 正因为如此 和果子的主要原料是米粉、小麦、红豆等 李玉英和梅清早夫妇俩是这些和果子的饼师 和果子最引人注目的特点 不仅是造型装饰很讲究 还在于每个饼子都特有美感 其呈现出日本四季自然之美 我感觉每个和果子是一个艺术作品 蕴藏饼师的心血和灵魂 日本传统饼一般很小并解救细节 所以这座工具要从日本进口 这个小小的模具价格近18万余顿 玉英和清早还收集古典模具 都是日本饼师多代现传的模具 我觉得能够买到这些古典模具 也是有缘分的 因为都是拍卖的 有的模具价格甚至有7万日元 相当于1000万多月顿 我们要经过80次拍卖才买到 在日本驻越文化中心 做和果子的学习班 吸引众多年轻人的参加 除了做法 学员还有机会了解 每一种饼的诞生历史 这种饼的味道稍微甜了点 但是边吃边喝茶就觉得很可口 除了给学员介绍日本和果子 我还告诉他们 日本人如何爱好艺术和爱护自然资源 让大家感受了并更加爱护越南的自然资源 拥有美丽小巧的外观 有蕴藏文化价值的和果子 获得越来越多越南年轻人的关注 目前在河内和湖之名市 有十几家专门经营和果子的饼店 以满足年轻朋友的需求 最后是越南各省市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如果才会看此节目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btv4.vn或者youtube官方网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